下一堂了,下一堂是甚麼? 花之良二季 有甚麼要說 沒甚麼要說 跟上季差不多 改變上也不大,風格上也差不多 都是一套日常版 但一季就風評很好的 都有人期待第二季 但第二季出來 又好像沒甚麼特別 因為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人物就開始... 會有點悶 以我印象中來說 第一季做出來 開始爆發了 不是一開始播有這麼高期待的 最爆發的 第一季第五集 有一個小花之良 有一個無聲的動畫出來 蜜劇 一開始有很多絕目 慢慢多一些絕目 到那一刻爆發期就是小花之良 但第二季都插了一集 是說這麼爆發 可能因為出過一次 覺得沒甚麼特別 但感覺上沒有甚麼互動 她說到她是飄走了 還是蜜劇流浪 回去就沒甚麼特別 對面的時候 對比第一季的小花之良 那個吸引度 沒有那麼高 她說新老病死 最後有感覺 但第二季的小花之良 就是大冒險 怎樣經歷了一些事情 回到家 對面的情況 第一季說失老病是感動 聽你講第二季就是 純粹賣回的小花之良 就是有回一集 很難說人生就是等於冒險 發毛複雜 她的感覺就是 第一集 一來理想講話 有個互動 還有她本身是 怎樣說呢 是一下子很突然地 伏了一個好像很有感情 有起乘轉合的小故事出來 反之第二季的話 第一就是 通常有些人會有心理準備 只是等她你幾時出來 第二就是 當出來之後 其實如果只是一個 純粹的大冒險的話 這個只是一個記綴的感覺 不要說是甚麼人人心冒險 問題就是 你實際上她最終是沒事的 我不是不要說我衰 難道她會沉下去 不會的 昨天可能是另一個爆 因為聶旗 聶旗了 可能會爆人氣 我又 剛才mike後無邪都說過 好像不斷失聖 對啦 你看看那一集 那個監督是不是去怨 有機會的 都不是沒有的 OK的 第三季去怨 就可以了 第二季就完了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是第三季 但是第二季 給我感覺上是普通一點 變化是真的不太淡 因為她加上沒有什麼新角色 出來 她不像Working Working那邊也有新角色 可以拆到新的 我覺得Working第二季好看 對 因為她的新角色多了 那你拆出來的貨幅就會多了 少少的方面 比較多響性 就不會只集中在某幾個角色 但花枝第二季的角色 都是那幾個 又沒有什麼新的角色 就是用 即什麼都玩了 對 因為她的花枝 你可以說上一季的好處 就是第一季 她那時候 那些角色是用得很準的 所以上一季的特性 都有發揮出來 那第二季多了的角色 就是那群侵略團 就是 基本上她的侵略 就是說到 她去到哪裡玩 就叫她侵略了一個地方 基本上 純粹就是一個 好像火洞一樣的情況 就是給她拓展一下一個地方 不要只走一個沙灘 但是第二季的角色就真的少了 其實我覺得花枝第一季爆出 是奇蹟而已 奇蹟不會有第二次的 所以第二季 尤其是沒有新角色加入之下 她想超越第一季比較難 但Mirkin不同 Mirkin第一季走錯方向 做錯了 第二季做回正常 水準呢 其實就是在第二季 她做得好 我們覺得好看 是合理的 不是這樣說 你用奇蹟這個字 我又不是很同意的 因為她有恐懼來風 哪有因的 你說基安這些爆出 就真的 我不說了 不是奇蹟 又是文 你說花枝寡 其實很 本身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她花枝梁 她那個什麼 就是她本身的童真 用一個小朋友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所有的事物 就是這個 就是我看完之後 一季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 始終 她那個世界是不夠大 就是連她都在家 沙灘 那你看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狹窄的 你跳出不到那個框框之外 其實 你做的東西 跟第一季就差不多 其實我記得第一季 她有一集就好笑的 就是她去進去 撲校之後 走去欽略 還有什麼提示校長 等等等等 其實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因為她平時都不會 走在學校的 問題就是二季 如果她依然都在沙灘 其實變化不大的話 那就沒有了 始終那個感覺 就很難會有什麼突破 第二季她也有講到 學校那邊 也有少許劇情 會帶到她那邊 譬如說她已經侵略了 那些小學生 去蛇雲 花枝梁玩 等等 第二季 最初她走的時候 也有說去旅行 去哪裡遊玩 看到一些石像 也很驚奇 基本上就是小朋友 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她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你知道這些石像 通常都是什麼 很兇 很威嚴 小朋友害怕這些 是很正常的 但是大家覺得第二季 風格上會有 變化之外之外的東西呢 因為例如 因為她連這些畫面 她也是沿用了一季 好像沙灘的畫面一樣 分別 分別 但不是一首OP 因為她一季 這個成功的地方 她就是二季沿用 變成了給觀眾覺得 可能好像有點悶 因為我自己看第一集 感覺上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唯一的感覺 好像說沙灘 好像環保意識宣傳 好像多了一點的感覺 因為說到 拿垃圾不要緊 其實最重要是大家 保護海灘之類的那些 那一刻的教育院是比較重的 雖然第一季都有 但是沒有那麼直接的 那一刻比較應棍 覺得 為什麼這麼酸 教育宣傳的感覺 之後 之後會不會有 都不會有 都少了 都是以圍繞那邊 如果說愛生人侵略 那些就是三傻 那些科學家 那些 他變成好像 類似叮噹那些 找一些法寶出來 弄一些少料出來 比如說 有一集 就是弄了一個 夏天來的 很熱的 然後弄了一個 落雪機 但是夏天就會落雪 那些什麼 水母複製機 類似 捉水母大賽 我感覺上 花枝萊變成叮噹那樣 就是要那些三傻 弄一些法寶出來 才有些劇情 走出來 這個就是出路 會不會跟本身樂風 搞一些違背 我感覺上 已經有點違背 他不會從 平常感受到的東西出發 就會變成一些 比較科幻 現實生活上 比較少見的 道具 你知道 三傻整的道具 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這些少料 就會從那裏走出來 嗯 是啊 是不是說 OP和ED 其實劇情方面 怎麼說 OP和ED最大爭議性 就是Opening 換了Sphere 因為其實感覺很突厚 在於 也很不適合 也很不適合 商業 考慮這麼銅臭味 所以這句 實在是太重了 他不是因為第一季成功 所以賣到那些 有些資金 所以請一群好些的來唱 或者請一群好些 應該給他上位 感覺就是 正如剛剛有馬說 我們都說過 雖然沒有自己的奇蹟 但是 沒有人預期到 這套東西 可以這麼有引氣 但是 所以 開始就可以很放手 給金銀手指他們唱 但到第二季 知道 我要這隻金蛋的雞 吃生蛋 金蛋的 要穩陣一點 對 所以 你知道 Sphere 現在捧紅了 Sony Music 所以 一定要給他們 在一個位置 唱一首歌 給他們宣傳一下 但反而會不會有 違和感 其實違和感很重 因為 其實 想起來 《烏茶人第一期》 是出奇製正的一種 那個是洗腦 洗腦 其實洗腦 反而是 比較出人氣 因為 這個說出奇製正的意思 你一去日常 你一般都不會想 是用這首歌 但一旦一首歌 有多配搭 那一刻 感覺很厲害 其實《洗腦》的歌 為什麼這麼爆 最主要是二次創作 就是二次創作 那個流傳 那個人氣的流傳 很悲 韓國那些歌 也有很多 Sory 那些 所以不是 人氣 會是 小朋友 說 這首歌挺有趣的 你聽一下 這首歌 會傳出去 所以 第二季 你換回Sphere 那時候 感覺就會有 珠玉在前 賣歌 對 加上你 賣歌的意圖這麼明顯 一定不會受落 所以 這個就 比較不好 不過 最後 Ethan Gala 就沒有了 很正常 Ethan Gala 也不是主角 對 看看 會不會再做下去 第二季 表演都算是 不過不失 不過不失 但會有點失望 始終突破不同 對 沒錯 平凡一點 就是 如果剛剛看第一季 我剛剛看第二季 還是覺得OK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這方面 對 那我們去下一部 好 那我們去下一部 下一部